阿露哈 打戰爭時間來 那大家如果看最近這邊的影片就到這邊確診了 那一開始我還覺得就是只是普通的啦 然後後來經過了一個晚上喔 喔我好後悔喔 好痛苦喔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都不要得好不好 真的超級無敵痛苦了 最近的話基本上錄影片應該只用這種就是 講話的方法 就是我基本上已經靠麥克風超緊的 然後也沒辦法就是隨便亂叫 因為我自己目前來說就是那個鼻咽的那個部分啦 現在就是很痛很痛喔 所以就是講話的話可能就會比較吃力一點點 那我是覺得這段經過好像也蠻有趣的 所以就把他就是一樣就是跟我們就是記錄遊戲一樣 把他記錄下來喔 那我是覺得應該已經跟之前比起來的話 這已經算是比較輕症的狀態了 因為一開始我都一直以為就只是普通的過敏 然後這邊這邊比較好一點點 是因為我沒有傷到喉嚨的狀態 就是一般感冒的時候不是一直咳一直咳 然後會吐痰之類的嘛 那不是都從喉嚨那邊開始嗎 那樣就超級無敵不舒服的 就是如果在錄影片的話我就沒有辦法做 那好險我這邊的話是類似就是那個鼻水倒罐 到那個鼻音的部分那邊腫大而已 所以這邊才會有辦法可以錄影喔 要不然我隨著如果我是那個喉嚨的那個症狀的話 那我一定會好幾天沒辦法出影片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欸關卡喔 最近好像有這個超恐怖惡作劇的這個萬聖節關卡 待會就來打一下喔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鑑定地圖先給他算了 反正不是我們的那個 壽司關卡就可以慢慢打不用那麼快的理他這樣子喔 好 那其實我是覺得啦就是 昨天晚上就我真的覺得目前來說我最開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不是喉嚨的 因為我不喜歡喉嚨的那個各種病症 喉嚨病症超級無敵不舒服的 你就是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 然後咳到你整個喉嚨都超級無敵痛 然後你還是要不斷的把那個盤給咳出來 就超不舒服的 好險我們現在這個狀態的話 就只是 就是 咽喉部很痛 那咽喉部的話你只要就是 不要吞咽東西的話好像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這樣子 哇真的是好恐怖喔 然後我一開始想說 我一開始就是 跟別人講的時候說 欸好像也沒有很痛啊 結果我昨天晚上瘋狂咳 然後瘋狂的那個 瘋狂的那個不舒服這樣子 所以會咳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好像 是會壓迫到就是那個 咳嗽的那個部分吧 然後就是弄到就會想要咳這樣子 但好險他咳的時候不是會想要咳坦的那種咳 不然我已經超級無敵不舒服了 欸哲平真的很討厭就是那個 我真的很討厭就是那個口腔方面的一些就是那個疾病啊 因為錄影片的話你說如果是 什麼手臂什麼受傷啊 或是什麼擦傷啊 或什麼樣之類的 那些都還好說 可能扭傷啊 我覺得那些我都可以喔 因為畢竟我吃飯就是靠嘴巴吃飯了嘛 那現在基本上算是要哲平不能講話的話就會 就會很痛苦這樣 那因為最近天氣變化還滿劇烈的啦 所以大家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我是覺得就是可能是因為天氣變化劇烈 然後我過敏 然後再加上就是因為你過敏的時候你體抗力不佳 然後就直接就是被那個病毒啊趁虛而入了這樣子 但有聽說過好像你得過之後就要第二次的這個 中標的話好像就不會那個 就不會那麼快這樣子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 應該好 還行這樣的感覺 來來來 OK 那我們就繼續囉 這邊的話沒有拿到任何一個東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超恐怖惡作劇 我也希望現在目前來做我確診這件事情是 別人給我的惡作劇 拜託 哈哈哈哈 拜託拜託 讓所有人都睡過頭喔 好那我們就直接 直接走起看一下裡面是有新東西 先用這個 我們這邊打EX跟這個喜有關卡的這個隊伍來打打看喔 安安你好 鐵壁神犬喔 鐵壁神犬孫中山 呵 那最近 最近真的就沒有辦法像以前那麼過嗨 因為我怕過嗨的話可能會傷到就是喉嚨之類的 因為有人說就是如果 一直抄他一直抄他的話感覺就是會有後遺症喔 所以我們就盡可能就是這個小聲一點點 欸 什麼鬼東西 我第一次看到欸 有沒有看到 這隻還蠻好笑的欸 居然是那個欸 哇居然是我們這個 拿槍型態的這個 臘腸狗狗 好像 好像是新物種對不對 這個我好像就沒看過了對不對 還蠻猛的欸說真的 還蠻猛的 新物種欸 沒看過欸 但是比較可惜的就是 像這種的阿 還有我們就是那個刀疤熊熊阿 還有我們那個獸之犬圈 他那個角色就不會進到我們那個敵人圖鑑裡面 因為如果能夠進到敵人圖鑑裡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額外讓大家看一下 但是他這個好像是沒有的喔 沒有的話感覺就比較可惜一點點這樣子喔 好喔沒有問題 繼續打起來 水之關的話大概就是最新版的這個敵人 大概就是那隻 拿機關槍的犬圈了吧 那還蠻酷炫的說真的 超酷超酷 酷到沒朋友 噢噴噴老師 沒有欸他好像也不是 也不是一直都有這樣 來躲起 反正我只能說啦 就是大家真的要好好照顧一下自己的身體 雖然說就是哲平沒有到真的就是 極度的那種就是很不舒服 但是整體來說也是很麻煩 再加上就是哲平基本上我是在家裡工作的 所以我可以就是好好地休養 然後讓自己就是好起來之後再去那個 在工作或是邊工作邊休養這樣 但如果你是去外面上學阿或是去上班的話 就會很很麻煩喔 雖然你可以可以就是請到就是那個 確診假對不對 但是你可能就要補很多東西喔 那種就很麻煩 對啊 還算是蠻有趣的一個體驗 因為我一直都在講說 哇我一直都沒有中 我是不是天選之人 就是病毒可能不愛我什麼之類的 結果 唉唷好吧 結果居然中了 但是中的時候現在感覺好像 也比較偏就是平淡吧 結果我一直以為就是可能中了之後 你可能就是一直躺在床上 然後可能就沒辦法幹什麼任何事情 那種感覺 但是我說真的我這技腦應該是我目前來說 從我開始就是六根之後喔 就是六根之後就是做youtube開始 我六根之後我唯一好不好 唯一幾天睡到超級無敵爽了好不好 我是真的睡得很爽欸 就是我只要把影片弄完我就開始去睡了 真的是睡到超爽的好不好 從來沒有這麼爽過 但是就是那個咽喉步道推驗的時候就很痛苦 狂睡猛睡好不好 狂睡猛睡然後 然後與世隔絕 完全沒有 沒有任何收到就是那個外界的那種資訊這樣子 的感覺 哇這關其實蠻難的欸 你看我們這關的話 沒有辦法用我們這邊的這個 EX稀有貓貓來扛住 也代表這關的這個 能力值是蠻高的 我們可能要換一下隊伍了 讓海水變成 欸欸欸欸欸欸 搞不好不用 感覺要了感覺要了 好拜拜 那個鴨鴨跟那個 樹懶啊還是蠻強的 好沒問題 那換一下喔這關感覺就是 要派出那個打黑色敵人應該會比較好 這屏幕前來說就是用的是一個超級極度 極度舒服 然後完完全沒有任何力道的這個方式在講話 超好笑 超好笑這樣 來 來 你先用暫停打啊 因為這關有黑色噴噴啦 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就完完全全 無需要實力的方法去講任何的話 因為以前這邊在玩遊戲的時候都很亢奮 我跟你講我剛剛大家一定也會有一段 就是有感受到我剛剛拆點就要破功了 因為 我剛剛看到那個 全新的那個 蠟腸犬犬拿機關槍了 我好興奮你知道嗎 我直接哇 然後拆點就要那個 好險我有hold住了 不然我的喉嚨可能又要不行 哇 好麻煩喔 好那這關的話基本上喔 你只要 帶一些能夠打黑色敵人的角色 先把黑色噴噴他們給打死的話 好像就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因為我們剛剛帶的都是那個 1X跟稀有的那種就是隊伍 那種就是隊伍 稍微就比較難打一點點這樣 讓海水變水果豆 沒有問題 弄死弄死 這邊有沒有 派上我們這個 冒險者沾接的這個佳奈 連我們這邊的這個 他好像不叫樹懶啊 他叫浮神啦 好不好 連浮神都解決了 應該是ok的喔 那次 不知道這裡面還會有些新物種 那個拿機關槍那隻應該是第一次看到吧 我忘記了耶 因為我只記得我有看過那個 壽司的 我還沒有看過這個 就是拿機關槍的 拿機關槍真的還蠻酷炫的 走起走起 哇 等一下等一下他們是不是有點太硬了 哇哇哇哇哇哇 欸不是耶我覺得這個關卡 沒到非常非常簡單耶 哇 所以這個萬聖節的關卡其實 沒到那麼簡單耶 這關可能要帶一下那個 大家打漂浮的好了 那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南瓜伯爵好不好 讓地球停止 自轉 好猛好猛喔 走起走起 你們這邊要擋住才可以啊 因為剛剛基本上 整個都擋不住 現在擋住應該是ok的 來 整點姓村 南瓜伯爵姓村 南瓜伯爵姓村感覺就蠻強的啊 其實這種角色都是能夠打那種就是積分速攻關卡的 就還蠻不錯的 喔喔喔 貓頭鷹這邊 應該會吃苦頭喔 哇然後後面居然是我們那個耶 五人五人組啊 五人熊熊組合 走起姓村 等一下他是不是又出 哇他出兩人兩隻欸 哇我天啊 完了 他怎麼會出到兩隻啊各位 死定囉 欸不是欸他 他為什麼會有那個啊 就是 有新貓貓藏在裡面欸有沒有看到 那隻會有那個貓罐頭欸有沒有看到 開車車那一隻 這什麼新公主嗎 欸這系列好多新的東西喔 好酷喔 巨壇嗎 欸然後我們要爆開了欸 天啊 怎麼會這樣 你看這個 這個娃娃車 他後面拖的是貓咪罐頭欸 這隻我就真的沒有看過了對不對 你們應該也沒看過對不對 哼 好酷喔 好那邊看起來應該是 可以把他給擊殺掉喔 應該是ok的 加油加油 砍遠攻距離的這個美女神果然還是 帶個一隻比較好打一點點 登年姓村 不錯啊 有這次直接把我們的這個 貓頭已經捅死了喔 捅死之後呢 我們自己也死了 這隻完全沒看過欸 所以這一次我們大概看到了兩隻 沒看過的這個貓咪 還是其實牠們在哪裡也有出現呢 你們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了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玩到這邊了 停到這個喔 讓地球停止自轉 不知道後面還會不會有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這幾星再把牠給打完喔 來看一下 欸沒了 所以總共就這三關而已喔 好沒問題 好啦那今天主要就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確診的一些經過啦 那是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這個狀況 那確實是很不舒服 但是哲平還行喔 所以大家也不用那麼緊張了 只要哲平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就會停止出影片 所以大家也不用就是 我覺得就是哲平怎樣怎樣怎樣 我都是已經休息到覺得ok的時候 我才會錄製影片的這樣子喔 好那就感謝大家關心了 那我是視頻再見囉 大家拜拜啦